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10月2号美国移民局 它更新了一个最新的政策 就是关于正在申请美国移民的那些共产党 以及他们这种上下级从属关系的这些人 咱们可以看一下 以后就要禁止共产党移民美国了 这是这么一个政策 对于这么一个政策也是宣起了轩然大波 观点我上期节目我已经说了 这也会势必会掀起一部分人的这种 反共浪潮 即使是老共自己人 就是说这个政策要是严格执行的话 不等美国制裁老共了 现在一些赵家人自己人 他可能都要反了 之前胡锡进不是说吗 中国人有六七亿人 都是直接或者说是间接跟老共有这种关系的 那可不是啊 你要是摊开手指头算算 你自己家里边 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兄弟姐妹 总有这么一个两个 是在一些政府机关单位 要么在工商局要税务局要交警 公安局要特警啊 或者说是其他什么什么公检法呀 城管呀 陆正啊这一块 多少有这么一两个家人或者说一两个朋友是在这些单位的 他们都是捧着共产党的饭碗的 你可以说共产党他是绑架了中国的所有人啊 当然还有六亿人啊 他们这个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币 他们是最可怜的 他们连拍都拍不上 他们想去办个事想去求人都不知道求谁 这是一群最可怜的人 所以说他们收入是最低的 那么我今天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随着这种全球这种反共的浪潮 是越来越激烈啊 美国今天的政策是禁止共产党 以及这种同属关系的人移民 那么以后还会不会有更激烈的政策呢 那肯定有啊 最终是一个什么政策 最终呢就是宣布共产党它是违法的 党派是违法 这个意识形态是违法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凡是跟共产党沾边的人 可能都会倒霉啊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 你看看纳粹党 对于纳粹他犯下的这种罪孽啊 追究没有历史期限 现在有谁敢说自己是纳粹党 有谁敢说自己跟某某纳粹党有什么关系 有人敢说这句话吗 马上一次来就会派特工 把这事给办了 那么今天啊 也不妨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工具啊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这就是法轮功啊 三退保平安 我一这么一说 马上有人跳起来了 啊老黑原来你这轮子啊 就藏这么深啊 我居然都不知道啊 你先别着急喷 你听我把话说完 听我把话说完啊 这个事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在前几天嘛 有一位法轮功的朋友 他在这个telegram他跟我聊天 他说老黑你有没有三退啊 然后他问这么一个问题 那我就想了 那我脑海认 我就回想起十几年前的情景了 十几年前我确实退过一次 那时候是在2005年 那时候我只是对这么一个政党 这么一个文化 这么一个权威的政府 我对他是产生了一个怀疑 那时候也是一个叛逆期啊 然后就是网上有个法轮功说 退到保平安 我脑子一热我就退了 但是退这个号码在什么地方呢 我就没有了 当这位法轮功的朋友 再问我你有没有退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之前已经退了 但是那个号码呢 我找不着了 那是以前那是163的邮箱 我多少年我都不用了 然后他又跟我说啊 那你最好再去退一次啊 我问他在哪里可以退啊 他就说在大纪元的官方网站上 就可以退 那在这里我得澄清啊 首先呢 我不是大法弟子 其次呢 我现在个人呢 也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个人 我不排斥法轮功那些人 我跟他们也保持一个 非常友好的距离 甚至一些人 我们还成为了朋友 我们还在一起吃饭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三退有什么用呢 我还特别问了 这个三退有用吗 在海外具有这种法律效益吗 然后他说在美国啊 入籍的时候 这个是要用的 你跟他们说啊 我之前我三退过 这就是一个加分的选项啊 就是咱们就是从一个精致的利益角度 咱们从一个实用的角度 这个三退还是要退的啊 那么像这一次最新的消息啊 美国它限制中共的党员移民 哎 我就一拍大腿 你们这些党员不是 不让你们移民了吗 你们去法轮功网站 你们去三退啊 先去退党 然后拿个号码 然后你在申请移民的时候 你跟他说我已经三退了 我这一拍大腿就想起来一个主意啊 国内的党员想移民美国的 一定要看看这个 接下来我就给你操作一遍 那么今天呢 我就是把这个网站打开了 咱们可以来去看一看啊 你看我现在我打开的是一个啊 大纪元的网站啊 然后呢 在右手边中间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边有一个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这边总人数是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啊 有3.6亿人都退了 那么之前2005年我退过一次 但是这个号码我找不着了 这个识别号我找不着了 那今天呢 我就再来再退一次吧 好吧 咱们打开之后 你看这下边就有一些这个 那好吧 我在这里我就填下我的资料啊 我后期呢 我会把它全部都遮住啊 因为这是我个人的资料 好吧 呃 这里呢 已经显示啊 你的声明已经提交到退党网站啊 查询码是多少多少多少 那这个呢 我就把它给后期处理掉 我给遮挡住啊 就是说这是个人的私人信息了 我为什么要再退一次呢 其实按理说 我现在人啊 已经是在国外了 也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 但是你不排除将来 在未来某一天某一刻 会突然掀起一股全球的这种反共力量 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去清剿这个 共产党的这个余毒 到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麻烦啊 那我手里多这么一个查询密码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应该也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啊 一个实用的东西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大马弟子啊 我是给法轮工作宣传 咱们就从一个实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是吧 反正就是说不要98也不要9块8也不要9毛8 就是耗费你两分钟时间来搞这么一个三退啊 拿这么一个查询密码 将来有可能会用得着 最后呢 为了消除人们对于法轮功的误解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 也是我今天在推特上看到的 说一个日本人啊他特别景仰中国的文化 然后呢就是学中文 然后呢他到中国去啊 他就是三天两头被人骗 在中国做生意被骗 然后呢谈了女朋友呢也被骗 总是被骗 然后他就问别人 为什么我在中国老是被骗呢 然后那个人就说啊 你就不应该学中文 你不学中文你就不会被骗了 就是说在中国这么一个大环境啊 这么一个洗脑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啊 人人身上都有毒 这点必须得承认 包括我自己我也在时不时的去反省自己啊 就是人人都有可能去害别人 但是我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啊 就是说你认识那些有信仰的人 他们是不会害你的 特别是信仰基督教的 还有信仰法兰功的 这两类人几乎是不害人的 反正我所认识的法兰功 他们人都非常好 有的大法地的人是特别的聪明 有的大法地呢人也是非常老实 但是人家做人做事最基础的一点 就是不害人 我觉得有一些人对于法轮功还是有一些偏见啊 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去想一想 好吧 今天这个主题呢也就是 好吧 今天这个主题呢也就是给大家上一个保险啊 大家觉得有用呢就去三退一下 好吧 咱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希望支持本频道的发展 或者说对于我个人给予一定的支持 您可以选择对我进行被保的小额赞助 也可以通过加入会员实现对本频道的支持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